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蛋仔费羊羊 她好惨呀 阳村美羊羊 叫大家一起来玩耍 却唯独没有叫费羊羊 只叫了喜羊羊和懒羊羊 有很多小伙伴 告诉我费羊羊在蛋仔岛中 她很孤独 她没有朋友 错 大错特错 其实费羊羊在蛋仔岛中 有两个隐藏的好朋友 你们难道不好奇 费羊羊的两个好朋友 究竟是谁吗 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每一只蛋仔 都是有好朋友的 比如说 眼前的小灰灰她最好的朋友 就是蛋仔岛中的懒羊羊 懒羊羊还给小灰灰 摘了一颗红果子 如果你也有一个 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就连蛋仔岛中的 玩偶仔仔熊 她也是有好朋友的 她最好的朋友 就是萌兔 阿琪她经常把自己的好朋友 萌兔阿琪 抱在自己的手臂上 你看他们在一起玩耍 多么开心啊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的费羊羊 她的好朋友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中 发现了费羊的两个好朋友 分别是喜羊羊和懒羊羊 他们还有一个组合名字 你们听 我们是草原三剑客 所以说蛋仔岛中的费羊羊 她其实并不孤独 她还有两个好朋友陪着她 分别是蛋仔喜羊羊和懒羊羊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